三個女兒自願參與冥婚 但師傅說婚後要在家裡設壇 供奉鬼新郎 製作早拍幾個女生 沒想清楚就說對 到時做不到就糟糕了 立即叫停意識 火爺隨即訓事班女兒 拍攝不專業,見不尊重 火都離開了,氣氛沉重 我今天最開心 一來沒那麼害怕 二來我想我今天不太需要做 因為我有ERROR 大家好,我們是ERROR 今天請到你們,你們是主角 ERROR是主角 來到這裡知道是甚麼節目 知道… 是否每個人都帶了東西來給女兒 肥仔帶了Angus來 肥仔 上一個節目,肥仔和Angus 上演了一場愛情戲後 他們今天會驚天動地 在族前緣… 其實他們兩眼也有夫妻相 一看就知道… 一看就知道她是武大郎 她是潘金蓮 大家嚴肅點,尊重一點 帶點甚麼給我們… 不如說說鬼故事吧,好嗎 Dee哥,你先來吧 這樣推球嗎 你這個球真的來得到 還有第一次… 又說要尊重一點 這個故事是一個的士人跟我說的 我很害怕女乘客突然坐上車頭 她說她試過一次 她在大埔接客人 一上車 然後女生真的坐在車頭 坐在她旁邊 你去哪裡 小姐就說,麻煩和盒石 開車的時候 那女生開始聊她說話 你認得我嗎 然後司機就說 不認得 那女生說 上個星期我在尖沙咀比你破壞 那司機就說 上個星期幾天真的忘記了 但她這個時候已經感到震寒意 這個時候女生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如果當天我上了這輛車的話 她說我被人非禮,你會否救我 那司機就馬上說 會…一定會 我一定會來救你 就是這樣,到了和盒石的時候 小姐放下了些錢給司機 下車 然後司機這時候把那些錢 一下子丟到的士外面 她也不敢收 兩個星期之後 她又看了一宗新聞 在尖沙咀有位女士 被兩位男乘客拖上車後 對她無手無腳,最後棄屍郊外 就是這個司機就好 不錯… 不錯吧 不錯吧 你噴東西吧 你不想喝 她當你說笑話,我大哥不尊重你 我感覺到嗎 她又不尊重你 你去看法嗎 看法交給保錡 我來申請 不是,我來看法,不是說故事 好,可以 你既然舉手,不如你吧 今天來到森林 我就說一個關於郊外、野外的故事 就是我們之前去日本的富士山 自殺森林去過靈探 之前拍攝節目 有一條繩子,叫尼龍繩 圈著我們,因為防我們逃殺 阿Dee和肥仔在外面 就拿著尼龍繩 不斷放,我跟保錡走 一開始走,沒事的 走到中途後 繩子就不斷被人扯著後面 拔著我們,無法走 我開始完全不怕鬼 但突然一下,我真的很害怕 就是有一天很大力 轟進去,一直在 這樣吹下來,很大力 那一刻我怕他縮到前面 又跑得比保錡快 我的腳好像是被人扯著後 走不到,很用力才能走到一步 之後其實也發生了很多不同的怪事 最怪的就是 每一個人跟我的同房 化妝師都被鬼摘 而過了幾晚,阿Dee跟我的同房 他也是被鬼… 不僅被鬼摘 發生了很多不同的靈異事件 我想說,剛好我在車上 一直在等位置 我也有說有笑,沒事的 但出道後,我剛才看你們的時候 肩膀真的很累 我不斷唸,這兩邊是不知為甚麼 不知是否我的朋友站在那裡 而這件事就是我去完 自殺森林後也有這個感覺 我現在感覺到很累 有否可以幫我按摩 好,當我沒有說過 現在真的像榕樹頭一樣說故事 對,大家都坐在這裡聽 那就不要讓他停,隊長 坐在這裡聽 說一個關於行山的鬼故 有一天,一群人一起去… 我忘記那是甚麼山 但也需要多時間去走的山 然後裡面有一對很感情… 很…不是豐富說錯 對,一定很… 緊張一點 緊張… 對 我也很害怕 今年站在後面 好 站在後面 站在後面,繼續說 立即安定了 是肥瓦怪的 當他們準備走上山時 突然天氣很惡劣 男朋友很擔心 怕女朋友會出事 就叫他留在營裡等他們回來 他們幾天就開始出發了 畢竟是山 其實需要幾天的時間去走 等了七天 後來除了男朋友之外 其他人都回來了 然後就說他男朋友出事 然後女主角就很不開心 當踏正12時之前 他突然看到他男朋友出現了 然後全身都是血 然後他就很想衝到女主角 就跟他說 在頭兩天 因為大家都遇上山的爛 其他人都死了,只剩下他一個 所以其實本身就是 他的朋友下來 其實全都是鬼魂 好,事不宜遲 我們不如說說下一節要做甚麼 就是ERROR來到荒山野嶺 替你靈體感應營 我的天 這道真聰明 替你靈體感應營 那就來了,好嗎 一聽到靈體感應營這個名字 就知道架勢了 玩法是四男四女排排坐在大榕樹下 榕樹出名野鬼 坐在那裡 跟靈體感應應該容易過輪借 至於用甚麼媒介跟靈體溝通 有請幾集之前出現過的 靈探機再次登場 端猜透過科學儀器接觸朋友 不會被鬼搞吧 祝大家好運 我現在手上有一個探測器 我即將會向他提問 亦要給他們一個方法 讓他們回答我們的問題 即是說是否… 如果是否答兩下 如果是否答兩下 如果是否答一下就停,好嗎 好,不如我們換下一個人拿著 嘗試傳到肥仔那邊 激烈了 更厲害了 再傳吧 他好像在那邊比較好 那怎麼辦?我們很難問到問題 他剛才好像在冷靜 不好意思 今天我們想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你願意跟我們接通 如果你願意的話,就閃兩下 不願意的話,就響一下 不願意… 兩下… 即是願意嗎 對 願意,我先問 好,你拿著就先問吧 好 閃成 原來在手上的時候 不知道要問甚麼 你知道我們這次其實是來工作 我們是無心打擾你 如果你明白的話,就響兩下 不明白就一下 謝謝你明白 謝謝 好,下一個問題 不可以拿到別的地方 拿到別的地方,他會無法收集 即是我們說完 好的… 好,謝謝 那大家又問另一個問題 我想問問我們這個位置 會否有人死過 如果有的話,就響兩下 沒有的話,就一下 沒有… 這個位置 沒有… 我也想問有問題嗎 如果你是一個人在,你就響一下 如果有很多人在,你可以響兩下 我想問你們現在的位置其實是哪裡 如果在我們的前面響一下 在我們的後面響兩下 如果在我們的前面響一下 他還未能承認 還未能承認 還未能承認 他磁場不適合 是打電話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有… 試試拍攝 我可以聯絡 不好意思… 很神奇 他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聯絡 然後他問一些問題 真的有反應 一下或兩下 我很深信有一些朋友 跟我們在聯絡 有了 我想問一下 你對於我們這次的出現 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如果開心的話就響一下 不開心就響兩下 開心… 我想問一下你們的位置 你們在我們的前面還是後面 如果在後面就響兩下 在前面就響一下 我們現在沒有管凍 不… 你記得剛才問完這條問題後 就不停響嗎 他走走 一問前後,他就不停響 對 可能因為前後也有 多有 我真的覺得背部有點陰陰的風 而且那些風有點怪 他只在這個位置吹過來 在我跟肥仔的中間的位置吹過來 我不敢問他 其實我到現在都沒有問他 有否感覺到 很尷尬 不動了,我們倆都沒動了 不要動 那問吧 我們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你們如果真的想出現在我們面前 或者想呈現給我們看的時候 其實是否一件容易的事 是否隨便都可以做到 如果是的話就響一下 不是的話就響兩下 是一下嗎 對 如果你還願意跟我們說的話 響一下,不願意兩下 那好吧,我們不說了 不好意思… 打擾了… 不好意思 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經常說我無法接觸 但這是第一次接觸之餘 他還會回答對或是否 這件事我覺得很奇妙 我覺得那部透明機很準確 因為我之前已經用過 而且他回答問題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原來他們一直都是看著我們做甚麼 這回合是這樣的 ERROR每個隊員選一個美女 然後揹著她們,撿溪潛 撿得最多的人有獎 撿得最少的人也有獎 D哥,別跟肥仔爭取Angus Angus就是肥仔,走過去吧 我選擇嗎 我最了解你們是喜歡黑的 Toto,對 你們真的像個人小 那也要選這麼久 選擇三位… 你選擇柔柔吧 你喜歡… 我選擇柔柔柔 我不夠力氣了 好… 好,那你是Benji 我不夠力氣了 好,別說話,1、2、3,起來 玩 好 好,遊戲開始了 3、2、1,先上馬 師傅,我們3、2、1,開始 我還沒凹著頭嗎 對… 發財了 快點搶先吧,發財了 師傅 我搶先,你自己搶吧 我聽到後面… 發財了,發財了 發財了 我甚麼都看不到 夠了… 腳軟了 行…別動… 這女生托手給我看 她只有兩張 我發財了 因為我很害怕 很容易檢查 對 第一位是Dee哥這組 是 最多的,最少的是保錡這組 好,我們是否只有最多 和最少的兩組進去 甚麼 對… 美形 幸好Dee哥,我少了你一點 好,你先在這裡害怕 1、9、3 剛才你說你很想進去探靈玩吧 我想,但我不知道我的拍檔會否很害怕 你可以選擇 只是保錡,是否受不了 你受不了 受不了 你去吧 我先進去看看 你進去吧 好,兩個位置 我覺得是1、9、3玩我 我真的蒙著眼睛時 你真的很用心地摸 那些溪泉… 然後摸摸一下 為甚麼好像四處空間 甚麼都沒有了 然後我就問1、9、3 跑了去一個沒有 完全不位的空間 然後她說是,所以我覺得她玩我 又是我,為何玩甚麼遊戲 是贏又輸又是我 甚麼好東西都會益上我 你看到我平時有很多話說 通常我爭取的時候 我就會不發聲 其他女生也會安慰我、哄我 真的覺得我堅強 Dee,你待會進去森林裡 每棵樹都照一照 找一棵樹 很明顯看到有人樣 然後拍照 出來後我們看到她真的看到有人 你任務完成 否則回去再找一個 1、9、3 要進去玩不鮮 一個雙船 這個森林裡有一個千年女鬼 你就要玩筆仙,跟她溝通 傳聞這幾十年來 有不少人都在這裡 遇見過新穿白色古裝長裙的女鬼 感覺她怨氣很重 大家都稱她為千年女鬼 那個千年的姐姐 功力很強 以前我曾經找過她 交手,知道她的力量很強 我當時已經跟她說過,第二天不來 結果我要去 所以當時我提起她時 立即狂風下雨 我之前已經跟她溝通過 她很討厭她 剛才你看,天氣很好,對吧 突然下雨 一說一說 對,因為她的法力 跟其他人沒得比 法力很強,可以呼風喚雨 1、9、3 那你還想再去探討一下嗎 其實我是想… 如果你想,你就跪下感動一下 你看看她是否停了雨 我真的很恐怖,平時我不相信 但是… 說吧,對著她說 千年姐姐… 扣三個頭給她 因為她不是普通的 如果你是不介意我們來打擾你 或者上去看看你的真身 你可否停雨,麻煩你 扣頭 來 現在停了 馬上停了 很恐怖,無管也凍 現在停雨了 再扣三個頭,謝謝她 謝謝你,千年姐姐 謝謝千年姐姐 對不起,打擾了… 對不起,打擾了… 我們去完之後會很快離開 對不起 因為193一直都很想做 甚麼入住拍下門的 《今天見到你》的節目 她說這個環節表現得好 接下來其他入住拍下門的 可以找她做 無管冷 好,我扣一次 感覺很悶悶 我覺得是玩得好 我想193的比較恐怖 我跟你說,如果是正常 我現在這個時間已經哭了 為甚麼今天沒有哭 因為哭也要完成她 其實Angus有跟我說 她說如果我真的不行 她可以幫我頂 但我覺得… 經過節目組這麼多次的拍攝 如果我不在鏡頭面前說 我不行 然後突然之間說不行 我又會被人罵 我覺得既然是這樣 我唯有勇敢向前衝 其實很害怕 不好意思,打擾了… 小心,放鬆 不好意思,打擾了… 不好意思… 打擾了… 放下佛班 這邊是否,這邊是事 我們先放在這裡… 然後… 我們想問問現在這個 是否是你,千年姐姐 我們不是想來打擾你 我們純粹是求之欲 還有希望讓觀眾知道更多的事 無管很冷,她真的在動 她…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感覺到現在是在去否那邊 筆仙,我們知道你不是千年姐姐 筆仙… 你…現在是否在穿白色衣服 神經病 筆仙,這個不是很動的,大哥 他…他不回答 筆仙,如果你是男生 你就會回答時 好像… 他不是很動的 不知道 他不是很動的 不好意思,筆仙 如果你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換其他問題問吧 筆仙,你會否不想我們打擾你 如果你不介意我們打擾你 可否回答時 不是,你… 是否會介意我們打擾你 你會否介意我們打擾你 如果你介意的話,你回答時 如果你不介意你回答否 你會否… 但是… 我想看看一些軌跡 其實他一直陪在時的地方 不斷擾你,然後他又回來 我可否問問這個位置 會否有人死過或發生過命案 你問我這樣嗎 如果有的話,你打擾你 如果沒有的話,你打擾你 到底是否不振還是甚麼 我沒有動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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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白 我想說現在突然很涼 問完之後… 對,背脊經病 後面很涼,那些荒蕪都涼了 如果你說這裡有發生過命案的話 命案的主角會否是你 究竟是自動還是你動 我沒有… 我沒有動 你好像想不讓他下去 像你一樣 好… 這裡… 這裡… 明白… 慢慢升上去 好…不先… 不先明白… 不好意思,妨礙你 不先聽你跨懷,不好意思… 我很害怕 其實那一刻,第一次問他問題 問他是否千二姐 他回答否 其實那一刻,我心裡馬上很理睬 我覺得自己進步了很多 至少我剛才沒有哭 雖然我真的很害怕 好,尋找樹神 樹神 想像中有些光芒 幸好有個月亮 樹林裡大部分都有樹精 或神在那裡居住 因為你騷擾到它,它比較兇 一般比較小棵的樹 也有樹精 它的靈力沒有那麼強 越大棵的樹,靈力越強 有甚麼靈感是哪個可以的嗎 那上樹神應該不會太幼條 應該會比較粗 我們要再進步一點 再進步一點? 走前多一點看看吧 走多一點… 是嗎 暫時沿路最粗的都是這種大小 是否要慢慢看上去 我們要再進步一點 再進步一點? 走前多一點看看吧 走多一點… 我覺得這棵就你正前面的 這棵也像 你試試,不如試試拍下 正前面的這個 這個? 對,就你正前面的這個拍一下 先拍一下吧 可以嗎?可以拍到嗎 這棵?你的意思是嗎 對 這棵不像人的樣子 好,你站在那裡 我們不要走太遠… 樹神… 樹神… 你覺得我… 其實如果真的要回頭 我覺得剛才經過一棵 我會覺得有點線索 是嗎?好… 你先撩住,謝謝 撩住 小心 對,甚麼… 這個也… 像吧 這個…你拍吧 先拍吧 我們是否可以去檢查一下 好,不如我們去檢查一下 我先拍吧 這個…韜韜覺得是 我覺得是中間的位置 像人一樣 中間,對 知道嗎 我覺得這棵是 是,哪裡有一個人 這裡是鼻子,是側面 我剛才經過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有個樣子一樣 摺過,所以我才拍下它 這個有點像 我們進去的時候 我只是感覺到是頭尺和手臂 我想這些基本上是探靈我自己 是一些基本的感應 終於齊人了 告訴我一些話,發生甚麼事 剛才我們先玩筆仙 第一個想確認她是否千年姐姐 因為地勢不太平 我們否是向上,視是向下 正常的陸士 但我問她是否千年姐姐 已經很快去了否 即是她上車嗎 對,上車,很快 是反物理的現象嗎 對,完全反物理 現在這刻兩位沒事吧 沒有… 怎麼了 我感覺到剛才你出發前 有些神不守時會害怕 當然了,當然會害怕 我不是笑你,我也害怕 我整個流程又比想像中順利 我們一直走的時候 我突然感覺到第一張照片的位置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看著我們 我說不如你先拍照 所以我就叫你不要再走上去 好像叫你不要再前進 我覺得池場太厲害了 我最後想問一下 因為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千年姐姐 為甚麼你之前看見 今天193年就看不到 也是緣分 加上時間 有時候時間未必會出來 好,我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沒甚麼緣分 恭喜你 謝謝你,大家都害怕 謝謝千年姐姐 謝謝…謝謝MIRROR 今天上來宣傳我們的新歌 是甚麼歌 LALA… LALA… 好的 神經病 對,明白… 明白… 明白…